大家好,我是来自汇测的高级研发工程师马成 接下来由我为大家分享一下 阿发奇Doris在汇测电商SaaS的应用实践 我在汇测市担任一个Java高级研发工程师的岗位 然后有四年的后端开发工作经验 其实大数据相关的经验只有一年 所以说我还是一个数据新人 接下来我会从这几个方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Doris在我们公司产品的一个应用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公司 我们是一家技术驱动的智能零售服务商 这个是我们大规模使用Doris的一款新产品 我们的上游主要是一些电商平台 直播平台以及我们自己的电商ERP系统 这些系统在交易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数据 包括收入、成本以及各种各样的费用数据 上游这些数据相对是比较分散的 如果客户自己去汇总这些数据信息会非常的麻烦 而且不够直观 而我们的平台会自动获取并汇总这些数据 并根据客户的需要来提供数据分析 经营分析、报表生成、账单汇总核对等各项服务 来帮助客户更好地经营自己的店铺 那么我们这款产品在选行阶段主要考虑了这么三个特性 第一个是我们是一款SaaS产品 所以我们的客户付费模式都是按需付费 这就要求我们的架构必须云原生、可升级、轻量化 基于这点考虑 我们首先排除了基于Hadoop的这套生态架构 虽然它足够成熟 但是它太重了 无论是运维成本还是使用成本 对于我们的团队来说都属于是比较高的 然后第二个 我们是一个电商数据产品 维度丰富 ETL复杂度高 同时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场景 是明细查询与聚合查询并存的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OLAP引擎来支撑我们的需求 第三点就是我们是一款2B的产品 我们的客户规模差异比较大 可能小客户的月单量只有一万 而大客户已经达到了千万级别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些客户分配相应的资源 同时又不影响他们的一个使用体验 所以基于这个考虑 我们在1.0中其实还没有引入Doris 我们首先使用的是一个Clarehouse 作为我们的OLAP引擎 可以看到我们本身是一个完全基于后端Java 以及Sprint的这么一套技术架构 只是通过Binglog同步的方式 把数据从MyCircle同步到了Clickhouse 然后把Clickhouse来作为我们的查询层来使用 这个架构在初期确实解决了我们查询慢的问题 而且我们的开发人员 几乎是对Clickhouse是没有任何感知的 直接就可以使用 但是随着数据量的增长 基于MyCircle的这套ETL的效率逐渐是已经低到我们无法忍受了 因此呢 而且这个大查询 大表的Join查询性能在数据量的增长之后 我们发现在Clickhouse里面 性能也逐渐不满足我们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后面也考虑升级这个扩充这个Clickhouse 但是在扩充的时候 我们又发现在分布式场景下 Clickhouse的这个运维管理成本比较高 无论是它这个分布式表的一个使用 还是整个分布式集群的一个运维都是比较麻烦的 因此遇到了以上这些问题之后呢 我们对整个架构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改动 然后这个改动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引入了Doris 我们将原本基于MyCircle的基础数据存储全部都迁移到了Doris 而MyCircle呢 只用来存储一些基本的配置信息 这个迁移极大的提升了我们的ETL效率 除此之外 我们的存储成本也得到了非常大的减少 在实际对比下 我们在保证三副本的情况下 空间占有只有原先的40%不到 而且我们的大表Join查询性能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另外Doris的运维升级也是非常方便的 我们前后对Doris已经进行了三次的升级扩容 基本上每次升级都在20分钟内就可以完成 然后在我们Doris的使用过程中呢 也探索了一些基于Doris特性的应用方式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是我们在建立事实分区表的时候 会根据我们的客户规模来提供相匹配的分区方案 我们可以看这个建表语句 比如小租户 我们是按年分区的 而最大的租户呢 我们是用按月的分区方式 我们知道在Doris执行Circle的时候 Circle的资源占用 和它的分区分桶的大小是密切相关的 在这种分区方式下呢 我们有效避免了小租户查询占用过多资源的情况 而大租户的使用体验呢 也由于这种细利度的分区方式得到了提升 不过这个使用方式的会有带来的其他的问题 比如说它的会导致Tablet的数量过大 然后使得Doris对这个原数据的管理负载偏高 需要控制一下这种表的一个数量 同时我们也在探索更好的一种使用方式来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 那么基于我们的这种分区方式呢 Doris自身提供的动态分区有点不太适用 因此我们也自己开发了一套生命周期管理的工具 而且基于这种分区方式 我们能够提供客户级的定制化冷却策略 同时我们除了提供删除的方式之外 还提供了导出到S3的这种这两种冷却方式 这个主要是借助于Doris提供的Altfile的方式来实现的 然后在我们需要这些数据的时候 可以通过load的方式再直接从S3导回数据 这一点都是Doris提供的功能还是非常方便的 接下来的这个应用呢 是因为我们发现就是在使用过程中 compaction的效率对于Doris的性能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我们通过查看官网的一些资料 以及通过其他的一些视频的参考 发现Doris在compaction的时候 这个策略还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可以在官网看到非常多的参数 是和compaction相关的 我们从中挑选了两个来尝试调整一下 来看看能不能提升我们的compaction效率 第一个这个参数是每个磁盘可以并发执行的compaction数量 这个我们是从2调整到了4 然后第二个这个参数呢 是在Doris在选择compaction的tablet的时候会有一个权重的考虑 默认的情况下Doris会选择版本数最高的tablet来进行compaction 然后呢会有一些场景比如说一些大表 它的版本数量不高 但是我们需要频繁的去查询它 如果它的版本数即使是不是最高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去对它进行compaction操作 来提升我们的查询效率 因此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这个参数的方式 来提高这些tablet的权重 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我们发现调整这个参数 除了是使我们想要调整的那些表得到了compaction之外 其他的一些我们不想要调整的表 也会因为这个参数会被影响 因此我们又选择把这个参数调整回了默认参数 同时探索了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通过手动触发的方式来触发这个compaction 基于我们的一些对我们指定这些表的一些监控策略 我们发现就是如果说这个版本数偏高 或者达到说我们的一个预计参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通过手动触发的方式 或者说自动预值触发的方式来触发这个compaction 当然这个我们还在探索阶段 希望能探索出更好的这种实现方式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些未来的规划及展望 首先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就是对DORIS原数据管理一个建设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服务来更好的协助开发人员来使用DORIS 包括更方便的自动分区建立 以及一些数据学员的追踪等等 然后第二点是我们知道最近DORIS发布了1.2版本 然后这里面提供了一个Java UDF的功能 这个功能我们是比较期待的 因为它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一个数据出入库的频率 可以直接在更方便的在DORIS内部进行一个数据的ETL 这个功能我们是比较期待的 等新版本逐渐稳定之后 我们是觉得这个是值得尝试值得升级的 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探索更好的资源分配方案 包括Circle代理以及DORIS自身提供的资源组的功能 我们正在思考如何应用这些特性 来做一些更好的资源分配的应用 就是最后呢就非常感谢DORIS社区在我们使用过程中 提供的一些指导和帮助 社区的伙伴真的非常给力提出问题 都会给我们及时的响应 给我们提供帮助并解决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谢谢大家